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 五个多月前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系列 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 耶稣登山补分里面的主土文 我们很想通过主土文去建立并重建 一个合乎圣经的祷告生活 讲道系列的头两篇叫做 《请开我们祷告的眼睛一同二》 在这两篇道里面我们学习到基督徒祷告的两个根基 与其他非基督徒的祷告是完全不一样 第一个根基是 《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 你没有听过有人去黄大先这样祈求的 第二个祈祷是 《到我祈求天上的善》 不是地上的财宝 你又不会在黄大先听到一个这样的祷告 听完讲道系列的引言之后 我们正式进入主土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子已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主土文是一个怎样的祷告 我们说主土文其实是一个全是你的三合一的祷告 主土文所祷告的是 你的名 你的国 你的旨意 上帝的名 上帝的国 上帝的旨意 不过主土文还未完 当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你发现主土文开始关于我们 原来主土文最终的总干不是 All about you 不是全是你的 而是 All of us for all of you 所有的我们 倾度给所有的你 上帝 由我们开始 而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东西 我们全人去敬拜上帝 这里耶稣很特别 祂开始教导我们 祂说当我们要去寻求上帝的名 上帝的国 上帝的义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三样东西 我们需要有三样东西被满足 这三样东西是什么呢 这三样东西是 罪债要得到赦免 第二 免得入事谈 第三 逃脱 那恶者 而在所有我们的需要当中 面包 面包就是那个关键 这里说我们每日的面包 今日刺激我们 如果你之前有听我讲到 我们知道这个面包 说的不是普通的面包 不是我们身体上面的需要 耶稣其实在说祂自己 说祂自己由天上下来 成为了十字架上面的面包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 是我们熟灵的食粮 是我们生命的面包 是祂和我们纳约的补血 唯有耶稣可以使我们 罪债得赦免 免得入事谈 撤离那恶者 经过了将近六个月的努力 我们终于来到主土文的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是什么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救我们撤离 那恶者 我们可以将它继续去简化 变成了救我们撤离 撤离的试探 上帝说最后 你要做一个很特别的祈求 你每天的祈求求些什么呢 求你求上帝会救我们 撤离的试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过 如果魔鬼撤离 今天突然间 在我们教会显灵 来到周六崇拜显灵 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可能有人立刻会说 我相信它一定是很恐怖 又很丑样 好像电影里面那些冤魂 恶魔那样 但有趣的是 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关于这个魔鬼撒旦 原来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样子 我想你紧记撒旦的样子 这个才是撒旦的样子 可能有人会说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这个明明是一个 很好的先生 是一个正人君子的样子 林牧师 这个怎么可能是撒旦呢 为什么没有可能 我们中文人有句说话 知人口面不知心 撒旦魔鬼就是 正正是一个这样的人 当你看真一点 这个面目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位所谓的 好好先生 其实是一个大话症 你将他移一移的角度的时候 你变成了什么呢 他是L-I-A-R Liar 他是一个说光者 撒旦 圣经告诉我们 撒旦最擅长的是 讲大话 讲关于上帝的大话 他最喜欢诋毁上帝 在圣经里面 撒旦又最擅长 艺装自己 化个龙装 化个美装 成为光明的天使 所以有时我们 不明白的时候 周围好像 我有一个天使 常常来帮助我 他鼓励我 其实你不知道 这个天使 究竟是真天使 还是假天使 可能是撒旦 化身为一个天使 跟你讲一些 好像很合听的东西 其实 不是 是引领你进入 撒旦的 试探 所以当我们进入 主要文的时候 我想你记住这个样子 撒旦的样子不是 丑陋 不是 恶特恐怖 而是 一个很好的先生 其实他是一个 大话证 请听耶稣基督的教导 耶稣教导我们 这样祈祷 祂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黄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其实愿你的黄降临 当你的黄降临的时候 我们祈求你通过 这个黄 给我们什么呢 今天刺给我们 天上的面包 至今我们永恒的面包 什么是永恒的面包 什么是天上的面包 就是可以免我们 罪债的面包 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你想象 有个人 有个人 他背着一身重债 他背着一身的罪债 死罪 他是一个 可怜的人 但有一天 他遇上了耶稣 有一天 他信靠了耶稣 于是他可以卸下他的重担 他可以逃出生天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光 不过故事还没完 故事还有夏文 他的罪债虽然免除了 但是从前奴役 他那个恶霸 那个魔王 仍然在后面 穷追猛打 来着 于是有最后的讨告 是什么 不叫我们 陷入试探 救我们 脱离 那恶者 所以最后那个 是什么 那个人 以前 奴役我们的恶魔 他仍然追 于是我们祈求上帝 救我们脱离 那恶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幕 亦获华以十灾 大胜了法佬 于是法佬没有他办法 只有松手 让以色列人释放出埃及 然而当以色列人在走的时候 法佬突然间心里面很不舒服 有人跟法佬说 他说百姓逃跑了 法佬和他的神谱 对百姓改变了心意 什么叫改变心意 我们不可以放他们走 他以后再没有人服侍我们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于是他做什么 他派那些战车 和军队去追以色列人 这个就是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的意思 就是我们已经逃脱了 上帝已经拯救了我们 现而撒旦 不想放过我们 以前我们属于他 以前我们为他做事 现在撒旦要追回来 于是我们最后祈求 看到后面还有追兵来 上帝求你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以波罗林牧师 但之前还有一句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为什么我们求上帝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呢 可能有人会说 林牧师你应该明白的 走天路里面有很多陷阱 有很多试探 所以上帝叫我们祈祷 叫我们小心翼翼上帝 不叫我们在路上 不小心跌了到汤里面 是不是呀 但如果你有读过英文版本 你就知道 不是这个意思 英文的翻译其实比中文好 中文是 就是繞个圈 就当没有一件事 英文的句话是怎样的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翻译 不要带领我们进入试探 那你干什么 你会求上帝 求上帝求下你 不要带我们进入试探 上帝是这样的吗 上帝是会带你去试探的当中 耶稣是这样的吗 为什么你求那王 叫他不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试探 是不是很奇怪 不单止这样 原来圣经的原文 希列文里面 那个动词 比这个带领更加的强烈 甚至我可以这样翻译 不要强迫我们 有没有试过被人强制 要验野 不要强迫我们进入试探 这个动词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出现过 我和你一起读一读 他这里这么说 他说人带你们到会堂 带你们就是带领那个字 这里说人带你们到会堂 不是邀请你回教会 人带你们到会堂 不要担心怎样答辩说什么 因为就在那时候 圣灵要指教你 他是干什么 被人逮捕 被人逮捕 他动词讲的东西是什么 中文的翻译太温柔 当人强迫你去会堂 他不是邀请你去 听福音不是邀请你来教会 他是逮捕你 是强制你去被审 如果你将这个意思 强迫带入的意思 回到主土文的时候 变成什么 变成这样 我门在天上的父 求你什么 不要强拉我们 进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难 救我们脱离难 真的没理解 但是为什么我要求上帝 不要强拉我们 进入试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圣经学者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搞不清楚 为什么耶稣最后那句的主土文是这样 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看法 如果我去翻译的时候 我会这样翻译 当然不会有人像我这样翻译 我估计可能是这样的意思 不要强拉我们进入试探 上帝我们求你 不要强拉我们进入试探 将我们从前的主人撒旦一般 你有没有看过 这个是我加下去的 不在圣经里面的 是吧 但是那是意思来的 不要强拉我们进入试探 将我们以前的主人撒旦一般 求你救我们脱离难恶者 有没有试过发恶梦吗 有没有试过 你小时候有些不好心的事情 可能有个很恶的老师 可能有个很坏的老板 隔了几年之后 你还在那里发恶梦 梦到他扎醒的时候 不要啊不要啊 不要强拉我们进入试探 接着发现 发动而已 不要强拉我们进入试探 这个是撒旦会对他的属下 他的奴役所做的东西 好像在发一场恶梦 我们过去人生的恶梦 不是你穷不是你病 而是你有一个撒旦做你的主人 但当你回去看圣经的时候 你发现圣经不单止告诉我们 撒旦是说方者 是大话精 他也都告诉我们 撒旦是空中掌权者的领袖 撒旦是半亿人心中 运行的邪灵 他管制着这些不信主的人 撒旦是执政的 掌权的管轻 幽暗世界的人 撒旦是天空灵界里面的恶魔 这些是我们的过去 如果你有基督徒 这些是你的过去 然而你的过去 经常在你的恶梦里面出现过 现在虽然通过主耶稣基督 通过应许的君王 我们已经从撒旦的手里面 去被拯救出来 但正如彼得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撒旦仍然好像一个 刨敲的狮子 走来走去 要寻找可吞吓得人 我不是讲一个天荒夜谈 我不是讲一个虚寇的故事 来吓小孩 这个是千真万确 一场激烈的熟灵战争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小朋友 我想问你 你预备好去面对撒旦的试探吗 有时我们很害怕 会不会别人中了 中了个咒给我 令我病了 你不需要害怕这些 但你需要害怕的是撒旦的试探 撒旦会用他的试探 将你拉到地獄的火边 最后推你下去 进入永恒的火湖 我想问你 当你想起撒旦的试探的时候 你会想起什么的故事 什么的图画 如果你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 平时有看救了圣经的 如果你又是一个马可福音的忠实读者 我告诉你 你会想起两幅图画 第一幅图画是在伊甸园中的试探 你记不记得 在伊甸园中里面 阿当夏娃被撒旦 试探全世界人类历史里面 第一个试探 试探他们做什么呢 叫他们叛逆上帝 叫他们犯罪 叫他们堕落的故事 我们说这个是 The mother of poor temptations 所有试探之母 简单来说 如果你可以胜过这个试探 你可以胜过所有的试探 这个是第一幅图画 第二幅图画 在你脑海里面应该会出来的 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 撒旦曾经三次试探耶稣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又或者反过来说 应该说耶稣曾经三次 胜过撒旦 耶稣三次胜过撒旦的 试探的故事 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个故事呢 因为如果你假设 你参加了我们的读经计划 你从马太福音开始看 顺序去看 埋伏第一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接着第五章 第六章 接着读到第六章 第十三节 耶稣说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懒恶者 你会想到 喂 你等等 昨天好像读过有试探的故事 好有趣 今天耶稣叫我们不可陷入试探 那我怎么可以不陷入试探呢 我怎么可以胜过懒恶者 接着想起 哎呀 我知道了 昨天我读过那个故事 昨天你读过什么故事呢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 你看到有一个人得胜了 试探的那个是耶稣 于是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 你是一个马太福音的中神读者 你会想起这个两幅有关撒旦试探的图画 一个是绝对的负面 如果我可以 我将上面那个黑毁了 一个是完全的正面 一个带我们进入黑暗绝望当中 另外一个带我们进入光明与盼望当中 今天我只是会讲第一幅图画 或者应该说我专注会跟大家讲第二幅图画 两个礼拜之后 我们回来看下一集 我们又会看第二幅的图画 虽然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先看耶稣的试探 我想很快跟你看一看撒旦是怎么试探耶稣 很快看一看三节圣经 第一节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 你若视上你的儿子 叫这些石头 变成面包板 我想你当这个故事重新的 去用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去明白 它不是三个试探 是一个试探有三部分 part A part B part C 有没有做过一些题目是这样的呢 part A part B part C 做不到A 去不到B 做不到B 去不到C 所以在ABC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个进程 越来越难 但是你过不到A 你去不到B 在A部分部分 part A里面 撒旦 好像一个很好的先生 出于关怀 好言相劝耶稣 如果你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 就是耶稣在抗野已经有四十宗 他没有吃东西 他很肚饿 于是撒旦就说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把这些石头变为 什么呢 面包 撒旦不是很过分 他不是说不如放题 他不是这么说 我现在拿了五千元 去哪里吃东西 他说 不如我们变少少的面包 来讲少少 我们救救自己的饥饿 行不行 我想很多人 或者不少人 part A就算了 part A就去不到part B 但是耶稣 击退了撒旦 耶稣说 变面包 在这个时候变面包 去吃饭 不是上帝的心言 你怎么知道 你要看圣经才知道 两个礼拜之后 我们回来 我们再讲 于是耶稣击退了撒旦 我们去了part B part B就开始升级了 part B的引游 在part B 他对耶稣这么说 他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就跳下去 他带耶稣 去到一个很高的地方 高过公理堂的 去到顶楼 他说你跳下去 因为圣经上 曾经这么说 你跳下去 天使会抱住你 你不会受伤害 在part B里面 撒旦呈现了他自己 说方者的本质 他在说大话 但我想你知道 他不是随便说大话 原来他是用圣经来说大话 用圣经来说大话 你明白吗 我们很多时候想 大话证 这个大话证手上 不会有本圣经 有没有想过 最大的大话证 全世界最大的大话证 是在电视上 拿着一本圣经 说大话 这些叫做有杀伤力的 大话 这个世界有低层次的大话 有高层次的大话 低层次的大话 不需要拿一本圣经出来 跟你讲讲科学都可以 跟你讲讲人生哲理都可以 但是高层次的大话 需要圣经的扶持 拿起这本圣经 在那里讲大话 这个撒旦 他引用了诗篇第九十一篇 他引用了诗篇第九十一篇 第十二节 和第十 十一节和第十二节 他用的是一个金句式的大话 他用的是一个断章取义的大话 他从来没有和耶稣讨论 究竟诗篇九十一篇 是关于什么 他更加不会和耶稣讨论 究竟整本诗篇 一百五十篇的诗篇 究竟中心思想 讲的是什么 I don't care 最重要是拿个金句出来的 所以我告诉你 你要很小心 因为当你引用圣经讲大话 最厉害的就是那几件事 金句式的大话 断章取义的大话 撒旦的大话 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平时是怎样读圣经 有没有想过 你可能有一句 很喜欢 林牧师 不过圣经这么说 我通常下一句就是说 哪本书 哪本书 哪一章 哪一字这么说 那本书又讲什么 通常人们一旦 这句出来就是这样 因为除非你知道 整本圣经讲了什么 其实你等于不知道 甚至你被方言所误道 这个很有趣 部分A是对着一些 不读圣经的人 就自然变了做面包 在那里吃饭 part B升级的 是给一些乱读圣经 或者不明白圣经的人 对啊 圣经是这么说的 让我先跳下去 但是耶稣不是 耶稣再次得胜 我们去到part C 去到part C的时候 你会发现 撒旦越来越不耐烦 他再不好言相劝 他再不引用性 他单刀直入 他跟他说 你若苦乎我 我就把这一切刺给你 他顶不信耶稣 于是他开始爆布 爆布将他的真面目 拿出来 其实撒旦来找耶稣 只有一个目的 目的是什么 不是关心耶稣 痛不肚饿 不是关心 要鼓励耶稣 信靠上帝 撒旦的唯一目的 是要煽动耶稣 去叛逆上帝 要他俯复在撒旦的面前 去敬拜 俯复 独一的上帝 所以我告诉你 撒旦来到你的面前 有同一个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一个试探三个部分 撒旦的目的 就是要你不敬拜上帝 敬拜他 撒旦的目的 撒旦愿意给你 世界上所有的荣华 很多人很熟悉圣经的人 去到第三端都失败了 不要跟我玩 诗篇教我一篇 林牧师教过我 我知道诗篇不是这个意思 到第三端 撒旦说 我给你荣华富贵 要不要 要啊 要啊 多谢 多谢 你要经过 part A part B part C 你怎可以得胜 撒旦的试探 第一 你要爱慕 你要熟读你的圣经 第二 你要明白你的圣经 有些人很熟识圣经 但他不明白圣经 我问你什么 第三 除了明白圣经 熟读圣经之外 你要爱慕 圣经里面的上帝 你要拒绝地上的诱惑 你要向往天上的财宝 那你就可以胜过 这个试探 这个是一个致命的试探 这个试探将带你去到 永恒的地狱里面 那就是主耶稣为我们胜过了这个试探 当你看到第part C的时候 你是不是开始觉得part C 越来越像第一个试探 因为part C最终的目的 是要他俯伏 有没有想过 在第一个试探里面 撒旦要阿多夏娃做什么 就不再俯伏上帝 不再敬拜上帝 而是要俯伏 撒旦 俯伏这个世界 俯伏他自己 很多人说 当你比较第一个试探 和耶稣的试探 好像两个完全不一样 截然不同的试探 但是圣经和神 我告诉我们 当你仔细研究 创世纪第三章的试探 和耶稣三次被试探的故事 原来当中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两个试探 创世纪的试探 和福音书里面的试探 都是和食物有关系的 一个是关于吃个禁果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关于食面包的问题 两个试探 都和上帝话语有关系 上帝真的有这么说 上帝究竟讲过什么 第二个试探 新约的试探 耶稣所有的东西 都是用上帝的话语 去打倒撒旦 两个试探都关于信靠 你要信靠上帝的话语 还是信靠你自己 如何去看这件事 最后两个试探 都是关于敬拜 到最终极 究竟你要敬拜的是什么 原来我们讲的一个旧约的试探 一个新约的试探 不是两个试探 是同一个试探 唯一的分别在哪里 那个结局是天渊之别 一个完全的失败 另外一个完全的得性 我们开始看到 原来这两个故事的连贯性 第一个试探讲 第一个阿当 后面那个试探讲的是第二个阿当 新的阿当 最后一个得性的阿当 第一个阿当完全的失败 于是整个人类 包括你和我和阿当一起 墮入了罪恶与死亡当中 直至去到第二个阿当 耶稣基督 最后一个阿当 他完全的得性 一个是失败的阿当 另一个是成功得性的阿当 而耶稣的得性不单止是为他自己 亦为你和我所有跟随他的人 都可以同向他的得性 很喜欢这幅画 因为他用一个标志 一条蛇 是吧 卷着 撒探的诱惑 一个标志 将两个阿当的试探故事 连在一起 第一个阿当 他想伸手 拿上帝的金果 结果他的手 枯毁 他全个人枯毁 他和他太太一起枯毁 他整个 我们会说family tree 他整个族谱都被枯毁 你看到那棵树 那棵树是枯毁了 他很想拿个金果 结果 他全人 他的生命枯毁 但在阿当的家谱里面 出现了另外一个阿当 在这个失败失落的阿当里面 出现了阿当的后代 他是阿当之子 但那个人又是上帝之子 第二个阿当 他接受了同一样的试探 他三次得胜 击败了撒旦 但最重要的上帝耶稣 是如何击败撒旦 我们下个两个礼拜之后 回来才看到 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 成为了属罪 就是他完全的击败撒旦 所以最后的得胜在哪里 在那棵树的下面 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 耶稣替我们成为咒族 于是将我们 最在我们身上的毒咒 完全的改变 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救恩 下次你再回来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怎样耶稣 三部分 三次的得性 全部都是十字架的预言 耶稣为我们赏十字架 耶稣为我们出空坟墓 他胜过罪 他更加胜过死亡 第一个阿当 是一个人子 要成为上帝 结果他干什么 失去了一个乐园 第二个阿当 是神子根源成为人 成为仆人 去死 并死在十字架上 却为我们 收复了 那个乐园 你看到那两个对比 一个在下想上去 两个在上面 愿意落来 两个交换了他们的位置 让我们得到最终的救恩 这个是John Milton 有没有听过John Milton 他所写的诗集的主题 他写了两个诗集 一个叫Paradise Loss 一个失去了的乐园 我们叫他epic poems 即不是很短 我们写的那些 几行那些 写完又写又写 史诗 epic poem 讲Paradise Loss 阿当是怎样 怎样失去了他的家产 这个五亿仔阿当 他怎样 将他所有的家产失去了 然而John Milton 再写了另外一本 叫做Paradise Regain 保罗这样跟我们讲 两个阿当的故事 保罗说 因一次的过犯 这个在讲第一个阿当 所有人都被定罪 因一次的义行 我们讲耶稣基督的义行 不是你们讲的做好事 而是真是成就公义的行为 是十字架 所有的人 也就被清义得了生命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字 因一人的叛逆 众人成为了罪灵 照样因一人的信从 众人也成为 而了 第一个众人 是众在阿当里面的人 全人类 每一个人都有份 因一人的叛逆 众人成为了罪人 那众人代表谁 所有的人 第二个众人 不是全人类 因照样因一人的信从 那个一人是谁 耶稣 众人成了 而哪个众人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如果你看不清楚 这个对比的时候 很容易说 全世界都得救了 上帝一早已经预定了 全世界都得救 不用传福音 请他回去吃饭就可以了 不用说任何的福音 因为因一人的信从 众人 全部人 都已经听见 不是 是全部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所以今天我要你问你 小朋友 我也要问你 你认不认识耶稣 为什么你们 那个暑期的题目 叫做耶稣是谁 为什么 问题最终就会决定于 你究竟是在第一个众人里面 还是第二个众人里面 第一个众人都成了罪人 第二个众人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因耶稣基督的义行 成为了上帝面前的义 在我完结今天的讲导之前 我想带你去看《创世记》 第一次的试探 The mother of all temptation 所有试探之母 我们想看一下 撒旦是如何试探 第一个阿当 《创世记》第二章第十六节 开始的时候这么说 也说上帝吩咐那人说 园中各样树上所出的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 知善恶的树所出的 有一棵树 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那日子 必定会死 我想问你 你听这句说话的时候 你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会觉得上帝对阿当 是不是慷慨呢 是不是大方呢 有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 其实上帝也好像有点很严厉 因为很容易我们的眼光 如果你拍片 拍很短的短片 十秒的短片 那十秒里面是什么呢 上帝指着其中一棵树 其中一棵树 上帝记住那棵树 说 你不可吃 树上的果子 因为你吃的日子 你必定死 那片就完了 如果你只是这样看的时候 你觉得上帝可不可黑 当然可黑 他指着一棵树 接着跟你说 这棵树 不准吃 吃了你会死 如果你再可黑 这棵树是 很漂亮 那些果子很漂亮 然后后面 所有的树 全部都是残花败垃 这个是我们很容易 有的错误的印象 是不是 也是撒旦想 放在我们脑里面 错误的印象 但是你看看整幅图画是怎样 整幅图画是这样的 现在 给我多10秒钟 20秒 一进入伊甸园的时候 伊甸园 哇 所有的树木都是 极其的茂盛 千千万万棵树 只有两个人 只有两个人住 真是豪宅中的豪宅 全部都是他们 接着上帝说 这里所有的树 所有的地 都属于你们两个 然后by the way 那里有一棵树 那棵树你不要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你必定会死 你这样去拍片 差10秒钟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一个觉得上帝 非常之严苛刻 另外一个上帝 其实极其的 恩代阿当愚下画 而在这个恩代 的原子里面 竟然发生了这个故事 蛇撒旦的化身 对女人说 上帝岂是真说 你们不可 吃原子里任何树上 所出的 他将 整个原子 代入了那一棵树 是吧 将那棵树凸显 然后上帝 哇 上帝现在很衰 他非常之可 他非常之无理 竟然不让你吃那棵树上面 不让你吃果子 你继续看下去 你发觉 夏娃没有上洞 但夏娃也同时 没有提高警觉 夏娃继续跟他对话 于是 蛇改变政策 或者 更加用另一个角度 来攻击上帝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上帝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开了 你们就像上帝 一样 知道 善与我 在这里 撒旦一轮嘴 说了三个大话 用三个大话 来轰炸 第一 他说 你不一定死 这个直接挑战上帝的道 上帝说 你一定死 他说 不一定死 第二 他说 你吃了之后 你的眼睛 就会开了 那现在你的眼睛 有没有开了 还没有开了 他暗示上帝的创造里面 有缺陷 有霞千 如果你看过 创世纪第一章 你知道 创世纪第一章 有一个 形容词 不断重复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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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very good 七次 good 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每一个都是完美的 现在撒旦走出来说 上帝的创造 有缺陷 有瑕疵 第三 更加直接 去挑战上帝 你们吃了之后 就像上帝 即是你现在 像不像上帝呢 不像 我想问一下 上帝是怎么做人 按照自己的形象 去做人 什么叫按照自己的形象 去做人 上帝爱不爱这个人 他爱这个人 所以他按照自己的形象 去做这个人 他不爱 随便找一只狗来 用狗的样子 去做这个人 但是上帝不是 他按照自己的样子 现在他说 你吃了之后 你就会像上帝 即是你现在不像上帝 他想让他们怀疑 上帝其实一点都不爱 弄得你这么臭 但不要紧要有解救 你吃了那个东西 你就会像上帝 他诱惑他们 要叛逆 叛逆上帝 撒旦做的一件事 英文里面我们叫做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翻好 就是 暗杀着上帝 暗杀着上帝的本性 所有的引诱 都是暗杀着上帝的本性 将上帝变得很苛刻 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说话 一针见血叫 针背脊 尤其是上帝不在那时候 趁着上帝不在那时候 针你的背脊 针你的背脊 针到你 穿散了 将上帝 变成了一个苛刻的上帝 在这里 撒旦挑战上帝三件事 他在说上帝有三个大话 第一 上帝必定会审判人的罪恶吗 第二 上帝真是美善的创造主吗 第三 上帝真是确实 深爱他指纹吗 他怀疑上帝的审判 怀疑上帝的美善创造 怀疑上帝深不深爱他的指纹 这个是恶者的试探 这三个问题在哪里出现 创世纪第三章 整本圣经有几个章 离开的时候你知道 1189章圣经 1189章圣经 这三个问题 在创世纪第三章开始 上帝用了1186章圣经 1189减三 去回应这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整本圣经的中心 整本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会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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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会审判罪人 上帝一定审判罪人 第二 上帝真是一个美善的创造者 第三 上帝深爱 深爱他的指纹 我怎么知道 很简单 你打开这本圣经 最后三章 你就看到了 头三章 post了三个问题 后三章 最后的三章 在启示录里面 告诉我们这三个问题的结局 第一 你打开最后启示录的时候 你发现 那条小蛇 那条小蛇 撒旦小蛇 变成了条大龙 大龙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是被上帝标进流黄的火湖里面 在那里他永远远远被审判 还有他的所有的跟随者 上帝会不会审判人的罪 一定会 不过你希望没有理粉 但他一定会审判人的罪 第二 在圣经最后三章里面 他告诉我们上帝 会有个新天真地 有个新耶路撒冷 从天移降 来到这个世界 上帝是不是一个 尾线的创造者 是 问题是 那个尾线的创造 有没有你粉 第三 上帝有没有心爱他的子民 答案是 Yes, yes, yes 上帝将个城 扔到地上 不是 你自己有楼住了 去吧你 拜拜 我没有空 不是 上帝的帐幕要在人间 他要和他门同住 这个是上帝最终 建立新天新地的目的 上帝爱他的子民 于是 去到整本圣经的最后 三条问题 得到了圆满终极的回答 但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听到上帝对这三条问题 非常之非常之明确的回应 那回应是 Yes, yes, yes 在哪里 在十字架上 在耶稣基督里面 上帝回答了这三条问题 那三条问题的答案是 Yes, yes, yes 第一条问题 上帝会不会审判人的罪 答案是 Yes 他在哪里审判人的罪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审判人的罪 如果上帝不审判人的罪 耶稣不用死 你明不明 我想用三字圣经 三字圣经 都是出于保罗哥姆多 后书第五章里面 回答这三条问题 全部和耶稣的十字架有关系 上帝审不审判人的罪恶 他做了 上帝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他审判人的罪 如果上帝不审判人的罪 耶稣不需要去死 但因为上帝必定审判 耶稣必定要死 好使我们 我们这些罪的人 在他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成为上帝的义 第二 上帝是不是一个 尾线的创造者 都是 过不到后书第五章十七节 早几节 保罗这么说 金句 金句来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身造的人 救世 以过都变成身的了 这个是我们的金句 但是他翻译上面 其实有少少漏洞 一个更好的翻译是这样 若有人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十字架上基 耶稣基督里面 身的创造 他不是说 他在说那个人是一个深造的人 他说那个人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创造 在耶稣基督里面 上帝已经开始再造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最终会朝向新天生地 若有人在基督里 这个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上帝是一个尾线的创造者 上帝是一个尾线的再造者 第一个乐园失落了 上帝再重造另一个乐园 谁会在另外一个乐园 永远的乐园里面享受 是上帝 放在耶稣基督里面 深造的人 有人在基督里 他已经进入了这个新的创造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最后一个问题 上帝有没有心爱他的子民 有 在哪里 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心爱你的子民 你不要再犯那些低级的错误 因为我病他医療了 不要 因为我功夫不懂得做 他帮我搞定了 不要 不要将我们上帝 变成近世 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心爱他的子民 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基督的爱是什么 一人为众人死 上帝在十字架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你问我 我有没有心爱你 你看一下 在十字架上 我的儿子 你就知道我心爱你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为我们这样断定 一人替众人死了 我们都死了 我们怎么去回应上帝的大爱 保罗还有一节 去回应这一节 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 上帝心爱他的子民 五章十五节告诉我们 上帝的子民 也都心爱着他 他替众人死 叫哪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而活 那为替他们死而复的主而活 这个是德性事探的生命 什么是德性事探的生命 不再为我们自己活 拒绝世界的引诱 单为耶稣基督而活 愿上帝祝福我们 成为一间 性过事探 撤离撒旦 生爱上帝的基督教 我都是基督 然后我们期盼 有一天 这个故事 会成为我们这里 每一个孩子的故事 愿这个故事 不是一个故事 而它代表了 一个属灵的真实 因为尽管他们年幼 撒旦已经在他的身旁 做同一样的工作 愿他们恩着你的话语 恩着明白你的话语 因为看见你对他们的心爱 让他们都回转 归向耶稣基督 通过耶稣基督 会一个胜过事探的生命 祝福我们这里 每一个人 愿我们成为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胜过事探的跟随者 我们一起求 奉祝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谢谢观看